这一次秀林乡南区幸福巴士启用当中 台北监理所花莲站站长李东霖 他也向大家说明了幸福巴士的优势 未来秀林乡公所要进一步为相亲服务 台北监理所也会协助大家家会相亲最便利的服务 在这次秀林乡南区幸福巴士启用定义当中 台北监理所花莲建立站站长李东霖表示 幸福巴士2.0服务在万能乡开始服务了 如果秀林乡公所有这项需求 建立在恒东奥大学东部区运输发展运输中心 都会加以协助 幸福2.0是什么呢 不是用中巴 用各位 你们只要你自己的车 你们村长或者是你们里面有部落的 有车子的人都可以申请这种车牌 绿底白日 轿车都可以 乡行车也可以 更方便了 现在比如说复理箱 还有那个万荣 卓西 现在都已经晋升到2.0了 2.0还有一个好处 还可以载货 当然这个也可以 就是说它现在就是要客货共载 这个幸福巴士已经晋级到2.0了 那没关系 有机会我们再来认识一下2.0的一个功能 2.0就是我刚刚讲的 可以不光用巴士 可以用到个人的一个车辆 所以只要有热心的人都可以参加 它的车子已经变 它不叫轿车了 它叫做市区公车了 你应该我怎么想叫车 现在有你到那个 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乡镇 你去看看怎么轿车是贴的像这个巴士的车牌 这个就是幸福巴士2.0 幸福巴士在108年底开通 南北达县 南区同盟文栏至文栏村 崇光部落发车 先进同门村各站 清风邮局 慈祭医院 树立医院 109年通车中区幸福巴士 自从到老轮馆开始 先进的富士村 修林村 景美村 嘉明村 国庆院 荣乐院 及花莲新政府等站 期望这项服务 修林项的各个角落 进而提升本乡下面的生活技能品质 记得既然继续 是我的乡画道